一万两千米的地底世界到底有什么 矿产富饶的黄金钻石 还是极具价值的地质数据 一场证明国力的科研竞赛 却衍生出无数灵异事件 直至今日仍无法用科学知识解读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科幻恐怖电影《克拉申孔》 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 两国为了证明各自国是雄厚 开始了数项上天入地的科研竞赛 其中震惊世界《克拉超身钻孔》 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直到1983年 该警控的钻碳深度已达到一万两千米 然而本可以继续地钻动竞赛 却莫名在这时草草结束 随之各种灵异传言也开始广为流传 1984年莫斯科新年夜 微生物学家安娜突然接到紧急电话 《克拉深孔秘密基地》出事了 经初步计算已经有20人失踪 基地24小时全面封锁 政府决定在正式调查之前 派遣相关科研人员前往救援 顺便弄清出事的原因 带着紧张与忐忑情绪 安娜与同事和几名士兵 乘坐救援直升机来到了秘密基地 可还不等几人下地 一名刚从基地内走出来的科研人员 便举止怪异地引爆了手中手雷 好在并无其他人员死亡 事发突然 安娜迅速提取了遗体样本 但诡异的是 样本刚接触到寒冷空气 就变成了白色透明状粉末 现场幸存矿工告知 矿井深层工作人员全都死了 里面发生之事很恐怖 她奉劝安娜还是赶紧回家的好 军方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安娜身为国家科研人员 也只能履行职责 跟着上校上了电梯 异性人第一站将到达 近6000米深的生活区 负责引路的是基地主任 从他表情中不难看出 矿井内部一定发生了不为人知的事情 由于是工业提升电梯 所以下降速度非常之快 即便有着安全带辅助保护 众人还是不免感到一阵心悸 就在这时 主任突然又给电梯提速 气压急剧变化 导致氧气吸入不足 不过半分钟众人就陷入昏迷 只有主任戴着氧气面罩 免遭刺激 到达生活区后 趁着众人还在昏迷 主任扯下电梯钥匙 就逃离了这里 不久后 安娜等人相继苏醒 通过观看矿井分析图得知 想要去往地下一万两千米 还需要换乘另外一部电梯 但钥匙已被主任拿走 几人只能先找到他 再做下一步打算 生活区构造复杂 宛如一座小型迷宫 除了之前被疏散的工作人员 还有少数职员留在这里 为了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安娜表明 在怪事没有查清之前 所有人都不得擅自离开生活区 一座人私下搜索之间 主任突然现身找上安娜 他祈求对方带领所有人离开 否则等来的只有死亡 安娜没有听劝 反而还叫来士兵 被打伤的主任只能再次逃离 未能抓住这个糟老头子 士兵们强行切开电梯门 接着换上防护服 准备深入抓捕 然而不等他们进入通道 一个女人竟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人是基地的科研人员 医护人员无法想象 一个不穿防护服的人 怎么可能从高温通道内活下来 很快一个恐怖画面 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女人背部 宛如被外星生物寄生一样 满是菌状肉流 猙獰又可怕 安娜采取了一些样本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看样子是一种高级真菌 安娜确定这种生物 在当前科学界是前所未见的 以防万一 最好先将女人隔离起来 可还没等医务人员完成手尾工作 被感染的女人就发生了病变 她的手指以不可思议的形式扭曲起来 整个人也变得狂躁不已 开始疯狂撞击防护玻璃 等到安娜和士兵听到动静赶来时 见到的只有满墙的真菌生物 以及仅剩小半张脸的女人 她的身体已经完全被真菌破坏 好似彻底与她融为一体 安娜冒着危险想要提取样本 不料两个肉流猛然涨起 下一秒 大量如包子般的粉末喷洒而出 士兵躲避不及被直接命中 安娜则迅速堵住口鼻 侥幸躲不过 之后又全面消毒才算安全下来 通过观察感染士兵状况 安娜终于找到病菌弱点 病菌无法在低温中生活 一旦温度极低就会死亡 不过 恒温或者高温之下 却可以完全控制宿主进行繁殖 事态严重 安娜找到上校商量撤离 然而对方的一番话 也让她知晓军方的目的并不简单 原来 苏联此时内有外患 急需一种清扫一切障碍的武器 能挽救国家也能证明军事优势 显然病菌的事情政府高层早就知道 至于病菌运输问题 那名被感染的士兵就是最好的容器 安娜听完大感失望 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 以她的身份还左右不了国家的决定 就在几人带着士兵准备返回地面时 意外再次降临 之前的先前小队突然传回消息 告诫他们千万不可打开舱门 紧接着 对讲机内就传出了凄惨叫声 士兵人数众多 他们不能不管 最终还是选择打开舱门 可成功走出来的只有一个断了手臂的士兵 士兵惊恐的向后望了一眼 不等众人反应便直接自杀了 舱门被紧急关闭 然而怪事却远没有结束 众人被吓得头皮发麻 慌乱中逃到另一个电梯避难 由于没有钥匙启动电梯 维修电工索性直接拆解电路 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制动法上面 电梯下降速度快到飞起 熟悉的悬晕感再度向众人袭来 生死存忘之际 安娜一把拉下制动闸 总算让电梯停了下来 一万两千米 目前矿井最深处 作为科研人员的勘测工作区 这里温度却是初期的低 甚至地面还有冰霜覆盖 工作区内 几人找到一台流延机 原来主任早就发现了病菌 其诞生年代可以追溯到冰河时机 正是有着低温压制 才阻止了这东西占领地球 病菌繁衍速度可怕 主任不得已只能用低温封闭工作区 这时 几人也发现了失踪的工作人员 病菌已将它们吞噬 加上低温控制 已然全被镶在了墙上 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 几人决定找回钥匙迅速撤离 主任已经半天没有出现 工作区内同样没有他的身影 现在只剩下一个地方没找 那就是温度高达200度的矿井通道 依据现有记录 不穿防护服进入的情况下 人类之身最多可以坚持5分钟 为了帮助大家回到地面 上校决定孤身冒险去找钥匙 想安娜交代好事以后 便穿上防护服进入了通道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几人始终不见上校返回 因害怕会发生意外 安娜只做了简单的防护 就冲进了通道 200度高温扑面而来 上校就趴在距离不远的梯道上 安娜顶着高温拿到钥匙 却再也无力气拖回上校 临进入工作区之前 安娜拼着命看了一眼前方景象 红色病菌宛如一团来自地狱的产物 恐怖中透露着迷人危险 返回工作区 几人没赶搁时间 速度启动电梯向生活区逃去 不料刚走出电梯 一个人形寄生物就抓走一人 安娜没有看清生物长相 但能猜到是工作人员所变 想起低温能够有效避免病菌 安娜迅速跑进冷藏室 搬起一桶冰水就泼到了身上 此招果然有奇效 安全躲过寄生怪物追捷 安娜和维修电工终于逃回电梯 随即启动开关向地面冲去 两人刚松一口气 又突然有人叫了安娜一声 原来是之前那个被感染的士兵 不过此时已经完全没了人样 大片病菌从她身体蔓延长出 嘴里还不时吐出包子粉末 安娜健壮大感绝望 一方面爱她之人没能保住生命 另一方面则是电梯内已经布满包子 身为微生物学家 安娜深知他们不能返回地面 否则将给地球带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她暗停了电梯 电工毫不在意所谓的大义 坚持不肯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为了争夺电梯钥匙 两人反目成仇直接大打出手 可安娜又哪里是电工对手 眼见就要被对方活活掐死 危难之际士兵用尽最后一口气 奋力抬起便衣手臂扎死了电工 许久 安娜从昏迷中醒来 拥有自保程序的电梯已经回到地面 随着电梯门被打开 一大群不知情况的防护人员 抬起她就要向外走去 安娜拼尽力气按下电梯自毁程序 也算断绝了政府最后一次希望 至于自知被感染的安娜 则趁士兵不被抢走一颗手雷 即便有人告知病毒可以被控制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拉下了保险 《科拉深恐》尚有于2020年 影片概念和设定都很不错 以《科拉超深钻恐》为真实背景 讲述不一样的灵异科幻故事 人类总对未知充满了好奇与恐惧 却不知自大和愚蠢 同为自身最致命的弱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